4月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6票对2票,裁定谷歌开发安卓系统期间,复制甲骨文公司Java SE城市设计员当中的用用程式界面属于合理使用行为,并未侵犯甲骨文公司智慧产权。 至此,两大科技剧情之间长达10年的电脑软件研发诉讼,终于落幕。 不过,对于更高层次的争议,也就是应用程式界面是否受到智慧财产权保护,最高法院在这起判决中并未说明。 大法官布莱尔在判决书里指出,传统智慧财产权的理念很难套用在电脑程序软件之上,谷歌只复制了消费者使用创新程式时绝对必要的部分,倘若法院裁定甲骨文公司智慧财产权遭受侵犯,社会大众权益恐将因此受损。 4月4日,美国纽约市举行大规模反歧视亚裔抗议活动,现场约3万人参加。 此次活动由亚裔维权大联盟组织,主题为停止仇恨犯罪,反对种族歧视,捍卫亚裔权益。 示威者手持停止仇恨,团结就是力量等标题,对近期纽约市及全美愈加频繁的针对亚裔暴力事件进行抗议。 主办方表示,此次游行示威希望表达亚裔社区的五大诉求,呼吁政府追踪仇恨犯罪统计数据,并将仇恨犯罪视为头等大事,遏止犯罪苗头, 要求政客立刻停止任何诋毁亚裔的言论,以免亚裔被当作替罪羔羊,遭受伤害。 呼吁各地方执法部门重视仇恨及歧视相关的暴力事件,严惩仇恨犯罪。 呼吁预防仇恨犯罪部门为亚裔社区及受害者提供更多的语言帮助,并与社区合作,共同制定保护社区策略。 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发起针对反亚裔仇恨犯罪及偏见袭击的媒体宣传,并发布更多宣传信息。 呼吁政府为亚裔社区提供更多资源,为亚裔非盈利组织提供预防犯罪与教育方面的资金,为多元化社区促进团结,提供更多保障。 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洛杉矶线的个人护理企业,包括美甲美容院、理发店、干洗店、面包店、汽车店和其他小型企业, 从4月5日开始有资格申请1万美元的补助金。 申请的基本条件是,申请企业必须自2019年9月4日起投入运营,且目前持续经营。 年收入必须低于100万美元,并提供证明疫情造成的财务困难的文件。 2021年,企业可能不会从现获得新冠救助资金。 当前的申请窗口将运行到4月11日,第二次申请窗口将于4月26日至5月2日开放。 当地时间4月3日晚,埃及举行法老的黄金游行,将现藏于埃及国家博物馆的22巨古埃及法老和王后的穆乃伊转移至埃及文明博物馆进行永久展览,以打造新的旅游热点。 此次搬迁的22巨古埃及王室穆乃伊包括18位法老、三位王后及一位女王的穆乃伊。 年代可追溯到3100年至3500年前,古埃及第17至第20王朝。 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古埃及法老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以及哈特·谢普苏特女王。 此前,这22巨穆乃伊已在埃及博物馆陈列数十年。 台湾铁路泰鲁格号列车在4月2日的事故除了造成70多年来全台严重的铁路伤亡外, 厘清事故发生原因,纠责相关失职人员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议题。 引发事故的原因是列车在行进花莲大清水隧道时, 疑似撞击到一辆自铁轨边坡滑落轨道的工程车,失控出轨。 目前,负责承包在台铁隧道旁边坡整顿工程的一翔工业社公司负责人李一翔, 已经被花莲地检署收押侦讯中。 台湾行员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主任杨洪志表示, 当下最重要的是调查工程车为何会滑下去, 以及究竟有无刹车。